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完了嗎 謝謝 恭喜大家 恭喜小孩子生日快樂 恭喜 來 我需要酷嗎現在 快把我兩拳 來來來 空不出來 還有更感人的嗎 沒有了是不是 還沒還沒 好 現在後頭來 好啦 現在要許願了嗎 先許先許 會不會太快 沒有啊 快啦 待會兒拉著刷碗 兩個講出來一個不要講 我知道啊 我希望就是 所有的人都能夠健康快樂 然後包括 以後我的家庭生活啊 還有工作 還有 跟姐妹的相處等等 一切都非常非常順利 然後不會因為我以後結了婚 就漸漸跟我自己的家人 和姐妹疏遠 欸 我覺得第一個願望 是不是許太太高 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願望 希望 將來我的小孩很健康 然後第三個願望 放在心裡 好 謝謝 今天好姐妹呢 潘小鑑來到現場了 那另外一位呢 那另外一位呢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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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又要結婚 所以導致已經嗨過頭了 是是是 嗨過頭是不是 有點走音啊 不會 還好 還好還好 就是對於今天的生日 我真的沒有抱太大的什麼感覺 就想說 就平平淡淡吃個飯就算了 嗯嗯嗯 然後呢 前天我就打電話給Makeo 我說Makeo你在幹嘛 他說 欸 我要去幫你錄那個 生日快樂的VCR欸 我說幫我錄 我說是娛樂百分百嗎 他說 直接Pol跟著對了 他說對啊 他說因為那天有小豬在 所以我不能去 我說然後我就說 說我很雜誌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製作單位有安排姊妹要來喔 他就說 對啊 欸 我是不是不應該講這些啊 然後我就說好像是耶 他說 欸 反正你會演戲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他們會搞這一套了 然後那天我剛好又跟范范講電話 我就說范范怎麼樣閒聊完之後 他竟然說 欸 你男友有沒有在你旁邊 我說有啊 幹嘛 他說 我跟你男友講一下話 我說講什麼 他說 你這樣來聽就對了 然後呢 我就想說一定是要范范要問我男友要不要來現場啊 結果呢 然後我就在旁邊偷聽 我就聽到我男友說 你讓我考慮一下 然後我就故意沒有問我男友這件事 想說看他到底會怎麼樣 然後今天我實在太怕他真的來現場 因為我就覺得這樣好像有點 我怕我會哭啊等等之類 那你們出門有通電話嗎 沒有 我就說 我們今天早上有香那個啊在一起 我就說你等一下也要給我什麼驚喜嗎 他就說其實你們製作單位有邀我來 可是我覺得那樣太over 他說我覺得如果你的生日我要給你驚喜 我自己可以給你驚喜 不需要靠你們電視公司 我自己可以做就好 我說你這樣做就對 因為我也不希望你來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大概他也不會來 然後Makir也不會來 而且還不好VCR什麼事 對 然後大一姐也不會來 因為他要去拍戲 所以後來的應該就是 范小軒跟吳佩慈 因為范范今天也要錄影啊 很聰明的妳 對 然後范小軒剛剛結果 我沒有一個鏡頭到這邊說 嗨 我說欸 怎麼也問妳的太明顯了 沒有 我跟你講 我一直保守秘密啊 然後我就不是也沒有跟你講嗎 對 我都不知道一開始 對 然後我就偷偷的來 然後我就躲在旁邊 然後我就說他應該還不知道吧 然後你們製作單位的人就說 他其實應該知道 然後我就說不是保密保了半天嗎 結果他就後來又問了一下說 沒有其實小株格知道 然後我就還躲到人家那個辦公室裡面 你知道嗎 在那邊吃薯條 然後結果他就說 然後又來 然後就說其實他已經知道了 所以妳現在可以去化妝室看他 然後結果我就進去 然後他就說 蛤 怎麼妳真的來了 蛤 妳怎麼會來 結果我就想說 所以他在懷疑就對了 到底是什麼 沒有 因為我就想說 應該是范小軒跟吳佩慈 結果她也那麼早來 我想說妳怎麼會這麼早來 因為應該是安排在6點 我在上現場的時候安排 對啊 結果一切安排都不對勁 好啊 那個那個 整個紅包拿出來 整個 整個紅包 沒有 更誇張的是 我說小軒今天只有妳一個 他說 還有佩慈啊 我說那佩慈咧 到現在他人都還沒有出現 結果他居然狗鼓車 我很尷尬 因為講的是姊妹們幫妳親生 對 我一個人在這邊我想說 怎麼辦啊 而且妳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哪有人說要給人家 驚喜辦生日派對 還遲到 還遲到 好遲到 而且之前我剛剛還發五點半 他說因為有人會遲到 對 吳佩慈啊 就還是遲到了 對啊 我跟講 今天整個派對就毀在馬基爾 斷家啦 就毀在馬基爾身上是不是 是 還有吳佩慈 好爛喔 可是妳不能 不能一句話打翻了一鍋人 妳知道嗎 妳要幫馬基爾說話 不是不是 妳讓工作人幫妳布置什麼 有有有 我看到這一次我都很感動啊 那現在呢 就妳的姐妹們要送妳禮物啦 妳也要送禮物嗎 是啊 不是 沒有啊 沒有 是不是 等了 紅髮塔 好啦 沒有關係 你們大家不要怕我 現在已經知道這件事 然後又覺得很掃興 因為我還是很開心 你們幫我做這些啦 對對對 因為我還看到我的粉絲有來嘛 都看到 是不是要正常還是怎樣 沒有 現在送禮物時間啦 我不知道他們有禮物要送嗎 對 對 那我們先送好了 我們代表八大公司 要送妳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禮物 送給妳好不好 是感人的嗎 是感人的嗎 感人到還好 什麼 送妳一瓶紅酒 妳是幾年生的 1978 1978 這瓶紅酒呢 剛好也是1978年的 真的嗎 對 轉過來是不是 1978年 真的耶 這瓶 這瓶市價要超過萬 這被妳講講很爛的 對啊 這萬有很多嗎 對 好酒耶 而且這底月好喝 很棒耶 這誰的idea 是楊老闆吧 沒有 我告訴楊老闆 你不可能那麼有信 對齁 這是楊老闆的idea嗎 就把他員工一起想的嗎 還是所有員工一起想的嗎 一起想出來的 謝謝 這我很喜歡 然後我們那個造型師呢 阿文哥呢 他也要送妳一個禮物啦 歡迎阿文哥 阿文很貼心 他每年一定準備 他應該知道妳喜歡什麼 對 他每年都一定準備禮物 對 還有進來進來 唉唷 送什麼啊 我買到 還要出心嗎 鞋子鞋子 唉唷 灰姑娘耶 阿文每年都送鞋子 給妳盤子導入 他想要給他十塊對不對 哇 欸欸欸 還幫我拿 好漂亮的顏色喔 好可愛喔 試穿一下 好可愛喔 好好看 阿文姐 好好看 阿文姐 好好看 阿文姐 好好看 綠色貼糖色最好看的 因為很多觀眾跟我考慮說 這雙橘色高分鞋 你也穿太多錢了吧 好了 還有更感人的嗎 有有有 好朋友呢 就認姐妹呢 有錄一段VCR送給妳 請看 小S叫妳喔 小S姐姐 生日快樂 希望呢 從今天就是 過這個生日之後呢 都是一切呢 再更順利 更好 然後呢 更幸福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我會教她化妝 就是差不多從三歲就開始化妝 然後呢 男生的話呢 就 培養她是 當 之後要當牛郎店那一種 就是要帥 然後呢又有氣質 然後呢 就是又會喝酒 多棒 對對對 那所以呢 就希望有這種小乾媽在的話呢 妳就一切都放心啦 祝妳生日大快樂 哈哈哈哈 這段時間如果需要任何的幫助呢 好不好 姐妹挺妳 那恭喜小S 然後訂婚 然後我真的很羨慕妳 而且希望妳可以 真的長長久久的愛情 然後有 有更美好的人生 小S聽說妳要結婚了 恭喜妳 恭喜妳 可是我很怕我哥哥會很傷心 因為 妳們以前傳的緋聞 希望妳們的孩子就像我哥哥 看到妳老公非常帥 然後聽到人很好 所以 為妳很開心 然後如果妳有在別的媒體還是記者 亂學我什麼 我都沒有說什麼不好的 我只是非常開心 然後祝福妳 然後小胖子要唱一首歌 叫什麼 解脫 哈哈哈哈 但我這陣子跟一根驗孕棒一樣 因為每個人看到我就說 欸小S到底有沒有懷孕 小S到底有沒有 我是驗孕棒嗎 但是我聽說妳好像沒有懷孕了對不對 恭喜 妳可以得到泱泱用過的嬰兒車和嬰兒鋪喔 今天的主角是小S 也祝小S呢 馬上要結婚了 心情不要那麼緊張 不管有沒有懷孕 小孩來總是有緣分嘛 對 早生貴子 妳沒有人家也超有 有那更開心啦 這個肚子懷得隆腫 希望妳好好的安胎 希望妳那個早生貴子 一切平安 好 對 祝福大S要 婚姻要 要有一點趕快 有一點歸宿喔 加油 好 謝弟妳現在看到在我旁邊這個小人呢 是我今年為妳挑選的生日錄喔 所以從這邊玩下去呢 燈就開了喔 然後呢 就把燈照照到她的頭上 就是玩弄一個男人最過癮的 就是呢 讓她亮起來 然後又不讓她看到這個世界喔 導演結婚是對的 那有一個很好的示範這樣 那很開心呢 你找到這個 自己 很愛的對象這樣 然後 希望以後不要受到媒體八卦的印象 然後你們要好好的恩愛下去 在這邊周杰倫祝福你們 加油 每一天呢 都可以有高潮 HAPPY BIRTHDAY TO YOU 恭喜妳 那我相信呢 妳會做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太太 千萬不要買太多東西 WISH YOU A VERY HAPPY BIRTHDAY 永遠美麗 身體健康 欣賞世成 我們一直支持妳 好 謝謝 很感動喔 我只能說製作單位真的很有心 感謝妳們 真的耶 真的 妳連周杰倫都訪問到了 對 聽完巨星都問得到 還有黃心靈在裡面 還有力經 還有力經 我真的每一位藝人出來 都忍不住想這樣 不聊 怎麼會有大門啊 沒有 因為真正的 真正的死檔實在太少了 太少了 找我真正好朋友出來講話 可能一秒 十秒就錄完了吧 對 真的幾個啊 他們就只好找一些藝人 對我的祝福 對 那但是我們八大呢 也非常有心 還請來一個神秘嘉賓來到現場 是堵車的那一位嗎 不是 妳保證 等一下那是會哭的嗎 壓根都沒想到 會不會哭 她會來 妳叫她不要來 她還來 Oh my God 她今天起床 應該是很平常地告訴妳說 我要去工作 還是去買東西什麼的 哈囉神秘嘉賓 唉唷 唉唷 我有想法 是她 我還看不到路 是想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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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沒有無聊耶 沒鏡頭喔 我們今天大家已經 大家已經準備好了 好啦 我還蠻想哭的 來來來來來 妳送花不會 妳幫她擋一下 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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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快 還這個 來來來 這 男 男小龍 很病 我那邊看到小龍很高興 棒棒棒棒棒 唉唉唉唉唉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唉小龍眼睛流淚水耶 她滿感人的啦 滿感人的 是不是太好笑還是這樣 因為 看到小龍很高興 對 因為她跟樹梅在友台開節目啊 娛樂 娛樂總是總食耶 唉呦 小龍怎麼會懶 講一些祝福的話啊 快點啊 最新婚愉快 小龍一定很不爽 因為她愛我好幾年都沒得到我 生日 講一下啊 講一下啊 就是 就 有點吃虧 好啦小龍怎麼樣 新工作還好吧 還不錯啊 有沒有人欺負你 不會啊 真的喔 是不是很多人問我的八卦 對啊 問說我們會不會耍大牌之類的 我會問你懷孕了沒 唉唉我的媽啊 這招還滿好的 對啊齁 用心的齁 因為還滿想念小龍的啊 還有黃作美也是啊 唉唉 小龍 歡迎 美人 美人 我還眼淚都已經要突破了是不是 他手套牌 很賤耶 黃素梅 很棒 唉呦 希望小龍一切都順利啦 對對 工作順利啦 謝謝 謝謝小龍 你再低調一點沒關係啊你 怎麼樣跟你朋友分了沒 沒 好 謝謝 小龍 謝謝喔 掰掰 現在還是可以幫我弄哭耶 對啊 哇 我們這樣拖那麼久時間 五輩子還沒來耶 對啊 等一下 五輩子我跟你講真的斷交 斷交 斷交真的 把KL跟五輩子都可以斷交啊 那我們這樣朋友就更少啦 好 要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先進新聞等五輩子好了好不好 所以就沒了嗎 呃 等等看喔 還不是說還有沒有什麼space 當然沒了沒了 真的沒了啊 沒了沒了 看一下新聞請看 好 我們的好朋友五輩子還是沒有到達啊 對對對還是沒到達 沒關係 只能說心寒心寒 不要這樣 十分鐘就到了 我可以坐在後面等他嗎 因為我坐在這邊就很奇怪 對 因為我坐在這邊好不好 對 對 沒有 我們今天對你很不好意思耶 反正 反正 我們兩個就立刻變主持人 然後你 對啊 反正我坐在後面等好 還是妳可以玩這個當啊 看妳要等我 好 妳們沒有管我趕快去主持 還是說妳要先喝一點香檳 先讓自己罐醉還是怎樣 香檳 喝香檳啦 香檳啦 香檳啦 對啊 哇 因為有香檳也不喝啊 對 這要開 會不會開啊羅志祥 你那麼慫耶 我跟你講 我賭二十他不會開 有嚇到耶 來來來來 小豬可以喝嗎 開車耶 什麼嗎 我也開車啊 開車啊 沒辦法騙耶 給我花久會起酒枕 那又怎樣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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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寒酸的生日派對 不會啦 我感覺到大家的那個心意了 心意最重要 好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 欸 妳真的沒送我禮物喔 十萬塊都在裡面了 那十萬也包括太多東西了吧 很多 紅包啊什麼都在裡面 一次給 好多是泡沫耶 對啊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很快樂 休息 休息什麼啊 歡迎吳佩慈 吳佩慈 你也太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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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對 想靠撒嬌來彌補那個吃飯了 我愛你 我愛你 你真的很誇張耶 吳佩慈 我家中山下 誇張已經結束了 真的嗎 但是還是 不理就免了啦 好 但是還是謝謝啦 因為佩慈家住非常遠 可是我記得 小舅好像住你家隔壁耶 人家就有損失喔 沒有 我的禮物絕對會讓你很感動 好 看一下看一下啊 其實不能看 為什麼 你說不能給大家看是不是 不能給大家看 我餵這個禮物兩天嗎 那我自己看 可以 只要給大家看一夜可以 什麼 只要給小舅看到 有什麼關係啊 什麼 自己想耶 好啦 這是佩慈自己親手做的 對 我送了一本書送給她 對 我只能給大家看這一頁 其他頁不給大家看 對 然後這個是封面嗎 那不是 封面是剛剛妳看到的 好 然後其中有一頁就是 我們姊妹的合照 對 然後寫說 欸 這不能看 反正 不過妳有黃冠銀了 好啦 反正裡面就是 以後我們姊妹會在裡面 記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是佩慈自己親手做的 很棒 謝謝 好啦 遲到就算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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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話要跟她講 因為好朋友生日啊 可是因為我剛才已經哭過 我怕現在眼淚哭不出來 真的嗎 我不哭應該也沒關係吧 沒關係 我會哭 妳哭個屁啊 我希望妳永遠快快樂樂的 然後永遠都很幸福 然後每天都可以睡得很好 然後包括Mike也會對妳很好 我未婚夫啦 對 對妳很好 然後一輩子都不會惹妳生氣 然後可以每一天等到妳睡著以後再睡著這樣 為什麼 這樣就不會半夜打電話騷擾我 因為我有的時候會半夜打電話騷擾姐妹 是聊聊天啊什麼的 好好好 謝謝 謝謝妳啊 謝謝妳啊 謝謝妹子 謝謝 好 謝謝一下 待會兒回來 夜夜餐廳喔 李妮 Amy姐跟董哥主持的節目 明智天皇邀請到那個敵音 然後就問她說她跟孫鵬到底有沒有附合 看一下 董不董 歡迎Jolie 歡迎 我們在 很可愛的 是要上整首嗎 沒有 妳有準備禮物嗎 有那個 是妳在演的東西是不是 對 這個是 軟牙的耳機 謝謝 謝謝 她也有 她有沒有生日 我不知道 唱片公司 只有藍牙而已是不是 對 藍牙耳機 所以還要我們自己去買手機 才可以用 唱片公司 就是要搭配手機是不是 對對對 是啊 我很貼心耶 沒有手機耶 真的很特別耶 謝謝Jolie 沒有手機不能用耶 可是我的給你很貴 好啦 謝謝Jolie 好 你不要給我什麼驚喜嗎 香什麼 她就說 其實你們製作單位有邀我來 可是我覺得 那樣太over 她說我覺得 如果你的生日我要給你驚喜 我自己可以給你驚喜 不需要靠你們 電視公司 我自己可以做就好 我說你這樣做就對 因為我也不希望你來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大概 她也不會來 然後馬卡也也不會來 對 然後大姐也不會來 因為她要去拍戲 所以後來應該就 范范今天也要錄影啊 很聰明的你 然後范范今天也要錄影啊 很聰明的你 對 然後范范剛剛就 我沒有一個鏡頭說 嗨 我說欸 為什麼你也太明顯了 我跟你講 我一直保守秘密啊 然後我就不是也沒有跟你講嗎 對 我都不知道一開始 對 然後我就偷偷的來 然後我就說 她應該還不知道吧 然後你們自我待會兒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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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完了嗎 完了嗎 謝謝 恭喜大家 恭喜小愛子生日快樂 來 你需要哭嗎現在 快打我兩拳 來來來 哭不出來 還有更感人的嗎 沒有了是不是 還沒還沒 好事在後頭 來 好啦現在要許願了嗎 先許先許 會不會太快 沒有啊 快了 兩個想出來一個不要講 跟工作人說 啊要不要辦派對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浩大喜功的人 對 我都會說一定要辦派對 一定要送禮物 不然我會不爽什麼的 可是今年我不知道怎麼搞的 可能是年紀越來越大 或者是又要結婚 所以導致已經嗨過頭了 是是是 我剛才嗨過頭是不是 有點走音啊 不會還好 還好還好 就是對於今天的生日 我真的沒有抱太大的什麼感覺 就想說 就平平淡淡吃個飯就算了 嗯嗯嗯 然後呢 前天我就打電話給Makeo 我說Makeo你在幹嘛 他說 欸我要去幫你錄那個 生日快樂的VCR欸 我說幫我錄 我說是娛樂百分百嗎 他說 他直接POG就對了 他說對啊 他說因為那天有小豬在 所以我不能去 我說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製作單位有安排姐妹要來喔 他就說 對啊 欸 我是不是不應該講這些啊 然後我就說 好像是耶 他說 欸反正你會演戲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他們會搞這一套了 然後那天我剛好又跟范范講電話 我就說范范你怎麼樣閒聊完之後 他竟然說 欸你男友有沒有在你旁邊 我說有啊幹嘛 他說 我跟你男友講一下話 我說講什麼 他說 你這樣來聽就對了 然後呢 我就想說一定是范范要問我男友要不要來現場啊 結果呢 然後我就在旁邊投提 我就聽到我男友說 你讓我考慮一下 然後我就故意沒有問我男友這件事 想說看他到底會怎麼樣 然後今天我實在太怕他真的來現場 因為我就覺得這樣好像有點 我怕我會哭啊等等之類 那你們出門有通電話嗎 沒有 我就說 我們今天早上有那個啊在一起 我就說 我知道啊 我希望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健康快樂 然後包括以後我的家庭生活啊 還有工作 還有跟姐妹的相處等等 一切都非常非常順利 然後不會因為我以後結了婚 就漸漸跟我自己的家人和姐妹疏遠 欸我覺得第一個願望是不是許太太高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願望希望將來我的小孩很健康 然後第三個願望我放在行李 好 好 今天的好姐妹呢 潘小雪來到現場了 那另外一位呢 有在open你就看到了 對另外一位呢還在路上 等一下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讓我講一下 因為我這一次呢 完全沒有對於我的生日 因為我這一次呢